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七章的第二节 债券投资组合 在我们前面建设了股票投资组合的相关策略 那么这一节就比较简单了 它要求掌握债券投资组合 水平分析 债券互换 齐称收益率曲线等 积极型的债券组合管理 和一些消极型的组合管理 消极型包括什么呢 指数策略免疫策略等等 我们依此来介绍一下 那么跟我们前面的股票投资组合一样 它也分为积极型的策略和消极型的策略 那么积极型的策略呢 它会主动做一些调整 对吧 消极型的策略呢 基本上就跟着指数走 赢得一个大盘的收益率就可以了 那么水平分析是指什么呢 是指基于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债券组合管理策略 那么我们说债券的价格收益跟利率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它的形式是根据对未来利率水平的预期 调整债券资产的组合 它的参数就只有一个97 请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单选题 在积极型债券投资管理策略当中 水平分析的唯一参数就是97 那么它的操作方法是由于97 衡量利率变动敏感性的重要指标 它是这么一个重要指标 利率上升时应当缩短债券组合97 利率下降时应当增加的组合97 那么第二个债券互换 互换是什么呢 同时买入和卖出具有相近特性的两个以上债券品种 从而获得收益的急差行为 好怎么做的呢 它是不同债券品种在利息啊 违约风险97流动性税收特性和回购方面 就每一个它的债券发印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那么决定了互换的可行性和空间 主要是要提高组合收益率来的 那么它的前提是存在较高的收益急差 和较短的过渡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卖出去买回来 过渡期要很短 并且它这个急差要够大 不然的话我折腾这么一回 交易成本可能就不够哈 那么过渡期市值债券价格 从偏离值返回历史平均值的时间 急差较大 时间越短 互换的收益越高 其实就是导仓啊 我们俗话说一点叫导仓 那么它的估价方法呢 投资期分析法啊 用投资期分析法来估计 它的估值是不是偏离了 是不是就就就就这个啊 从偏离值返回历史平均值哈 那么它偏离值 投资期分析法 把债券互换各个方向的回报率 分解为四个部分 那么其中源于时间成分和票息因素 所引起的收益率变化 是两种确定的成分 那么还有两种不确定的成分呢 就是到期收益率变化 所带来的资本增值或损失 和票息的再投资收益 票息的再投资收益 那么在票息的再投资收益 就比如每年给你分红啊 有利息啊 你那个利息拿去再投资 再买什么产品 它的收益 这是不确定的 对不对 那么到期收益率变化 它涨跌的幅度哈 那个这个市值的变化 这个资本的损失 这是不确定的 一共四个部分 明白了吗 时间成分 票息因素啊 因为票息是固定的 时间是固定的 三年期五年期 这两个因素都是确定的 剩下的就是什么呢 债券的 就是说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以及它的票息的再投资 取决于市场收益率 这两个不确定 一共四个因素 那么它的计算公式 总回报就等于 时间成分的收益 加上票息收益 加上收益的成分 就资本增值部分 和票息再投资的收益 这四部分构成了总回报 那么它通过 把这个拆分了以后 来做分析 那么分类是有 替代互换 市场间利差互换 和税差的激发互换 什么叫替代互换 就是指在债券出现 暂时的市场定价偏离的时候 将一种债券替换为 另一种完全可替代的债券 以期获得超额收益 说白了 有一种债券目前为止 就像股票一样 它的跌了 对吧 它总有一天会回去 但是在这个期间 在这个期间 我就换成另外一种债券就好了 那么它的特点 替代互换发生在同一种类债券之中的两个债券 首先一定是同种债券 一定同种债券 比如说国债换国债 企业债换企业债 对不对 那么这是替代互换 一定是在同种债券 它的后面大家会区别开 那么它的风险来源就是什么呢 纠正市场定价偏价的过渡期比预期长 就是说这个期限拉的太长了 那么它的风险会增加 价格走向与预期相反 比如说你觉得它会修正回来 结果它没有修正回来 一直往下 那么DC全部利率反向变化 因为我换了一个债券以后 我觉得它有四个拆分 对不对 票息时间都是确定的 利息再投资的这么一个利率 如果说我判断错了的话 那么我们利息再投资也会发现 也会发生什么 也会发生损失 因此如果说你把方向做反的话 那这个替代互换 也是会造成你的损失的 因此这几个其实说白了 就是对期限和利率价格的错判 就是错判风险 那么市场间的利差互换呢 是腾字者认为 不同市场债券的利差 偏离了正常水平 并以某种趋势继续进行的时候 在不同市场间进行债券互换 其实就是跟替代互换 有一个有一个进步 是什么呢 比如说它是在不同种类型当中去换 比如说企业债和国债换 企业债和国债换 那么它的操作思路是什么呢 买入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债券 卖出当前持有债券 因为什么当前持有债券 它的利差偏离了正常水平 那么该操作的依据是 预期市场间的债券利差会缩小 利差会缩小 新购债券的价格相比原债券 具有更快的上升速度 而第二个是买入收益率较低的债券呢 卖出当前持有债券是 该操作依据是 债券利差会延续原来的趋势 继续扩大 新购债券的价格会继续上升 因为两个市场的利差走势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本来是应该是相相似的是吧 应该是相似的 结果呢 有一个扩大了 有一个扩大了 那么它利差下来以后 那我就要换成它 对不对 换成它 那么它继续下降的话 那它的价格会上去 利率下降价格上升 对不对 它会涨得很快 好 这就是一个市场间互换 两种互换 两种互换 如果说我判断 它的利差会缩小 我判断它会这样走的话 对不对 我也是买入收益相对较高的 卖出是当前的 那同时的 我会判断 它也许继续往下跌 我也会买入收益率 目前较低的 卖出当前的债券 那么就是对未来的收益 有不同的判断 那么风险来源 同样是过渡期延长 新买入的债券价格 及到期收益率走势 和预期不同 其实就是一个错判的 这么一个风险 与替代互换相比 市场间利差的互换风险 更大一些 更大一些 那么第三个是 税差激发的互换 是由于税收 对债券投资收益 具有明显的影响 因此如果说税收政策 包括税率的改变 会可以通 会激发我们通过 改变债券投资的这么一个组合 来减少年度的应付税款 提高债券的税后收益 税后收益 那么它影响途径是什么呢 债券收入现金流 本身的税收特性不同 比如说 国债与企业债收益率 就适用不同的税率 那么国债的收益率 也许低一点 也许免税呢 对不对 那我可以换一下 我可以换一下 那么现金流的形式不同 如资本增值和利息收入 作为不同形式 是承担不同的税负的 在有些国家地区 比如说 你十块钱买的 十三块钱卖 这三块钱的收益 是什么资本收益 资本收益也许要征税的 而国债的利息收益 可能是不征税的 它有不同的税差 那么现金流的时间特征 是在相同的税率条件下 支付的是越晚越好 我发生的税收支付是 越晚越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介绍的是 其成收益率曲线 那么其成的收益率曲线 又称为收益率曲线追踪策略 这也是一种积极的策略 是水平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 水平分析特殊形式 由于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因此投资者能够 以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动的预期 为依据建立和调整 组合头寸 好 我们说债券的收益率 债的收益率也是 随着时间变化 就像股票的走势一样 那么它有平行移动 非平行移动 平行移动是指什么呢 这样的 它在这 不管是向右平行移动 还是向上平行移动 这叫平行移动 非平行移动是什么呢 这样的 对吧 形状在改变 好 那么非平行移动又分为曲线的斜度变化和波峰波谷变化等等 那么 较平缓的收益率曲线说明长短债收益率差额在递减 比如说这样的 较平缓的收益率是这样的 对不对 长短期差额在递减 如果较陡峭的呢 这样的 常债收益率会大幅度的上升 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收益率其成曲线的变化 那么常用的策略是子弹式策略 两极策略 T式策略 好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子弹式策略是投资组合中 债券到期期限集中于收益率曲线的一点 比如说我们收益率曲线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全部集中在这一点上 那么两极策略是将组合债券的到期集中于两极 有三个月到期的 有五年到期的 集中于两极 子弹策略全部选在一年之内到期的这种 好 那么T式策略是将组合中的债券到期是进行均匀的分布 对不对 有一年的 有三年的 有五年的 这样的 那么这就是常用的这些策略 那么策略的选择 根据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做选择 一般都是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 收益率曲线很陡峭的话 那么子弹组合的业绩经常优于两极策略 经常优于两极策略 如果说是平缓的话呢 子弹策略可能就不太优于两极策略 那么收益率曲线 斜率如果说是为正 什么叫斜率为正 就是这条线就是斜率为正 就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陡峭 斜率 就是这个 就是切线嘛 切线的变化效率越来越正的话 那么预期收益率曲线 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的话 长债收益率较短债收益率高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长债收益率 但会导致风险提高 必须权衡更高的预期收益 与更高的价格波动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 就是如果说陡峭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说就应该是卖 卖短买长 对不对 卖短买长 如果说是偏 偏平缓呢 应该是卖长 卖短 对不对 买短期 因为短期的这个收益率上升的快 好 我们来看一个组合选择题 以下投资策略中 不属于积极债券组合管理策略 刚才我们介绍了好几种 积极的 比如说 有指数化投资策略 指数化投资策略 一直都不是积极的 一直都不是积极的 我们前面 跟随指数就是跟随大盘 跟随大盘就是你不要动 多重负债下的组合免疫策略 多重负债下的现金流匹配策略 债券互换 它是 它是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提到的积极性策略 因此ABC 123都不是 都不是我们的 123都不是我们的积极策略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遍 积极的策略包括什么 水平分析 债券互换 应急免疫 其成收益率曲线 那么消极的策略 包括指数化 97免疫 现金流匹配策略 阶梯型组合策略 和亚铃型组合策略 好同学们回去 再把每一类积极型策略 底下的子策略 子策略 子分类 再熟悉一下 以避免什么呢 多选题会考到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 第二个消极型的 债券组合管理策略 什么叫消极型的 债券组合管理策略 就是把市场价格 视为均衡交易价格 视为均衡交易价格 所以不寻找被低估的品种 即便是它现在的价格很低 但是我认为 现在的价格也是市场均衡的 买卖双方达成的 只关注控制债券组合的风险就好了 那么它主要有两种 指数策略和免疫策略 所以我们刚才在那道题当中 提到了什么 指数策略 什么应急免疫策略 只要免疫策略 基本上都是什么 基本上都是消极型的策略 那这两个策略之间的区别在哪呢 是处理利率暴露风险的方式不同 利率暴露风险的方式不同 好 那么指数策略构造的债券组合 报酬结构是 追踪市场指数风险的报酬结构相似 债券也有 也有 也有这种指数的 那么我就按照这个指数来构建我的组合 而免疫策略则试图构建一个几乎零风险的 债券资产组合 那前面这个指数策略就是 我承担大盘的风险 就是大趋势的风险 但是呢 我获得大盘的收益 那后面的这个免疫策略 就是我零风险 零风险 那我的收益肯定是什么 比大盘要低一点 但是我零风险呢 对吧 好 指数化策略的目标 就是使债券投资组合达到 与某个特定指数相同的收益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前面 如果说 这个这个这个 护生五零 护生五零 那个也是一个 只债券指数的话 我的指数只要跟他的 我的组合的收益率 只要跟他这个指数 收益率一样就行了 他今天涨5% 我也涨5%就OK 好 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 经验证明表明 积极型的债券投资组合的 业绩并不太好 就是说你倒腾 你也不比我强太多 所以说我可以选择消极了 第二个 与积极型策略相比 指数化管理收取的管理费用更低 因为他不用老分析 不用老到 牢堂 他的交易手续费 这些都要低一点 第三个 有助于基金发起人 增强对基金经理的这么一个控制 组合业绩 不能明显的偏离于基准指数的表现 所谓基准指数 就是我选的这个大盘都挣3% 你才挣1% 对吧 我说再积极 还没有用 那么他的优势与利是在哪里呢 可以达到预期的绩效 对不对 但放弃了获得更高收益的机会 不能满和 不能满足投资者对现金流的要求 或者说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大盘嘛 一定要要很长时间 如果投资者要提前赎回了 对不对 提前卖掉债券呢 就不能满足他的现金流要求 我必须要持有期要够长 我才能获得大盘的平均收益 好 那指数的选择 根据自身的投资要求和风险承受能力 那么选择相应的指数作为参照物 指数化的方法 跟我们前面一样 指数策略一样 我们有什么 什么加权数值法 市值法 这些都要分层的市值法 这些都是一样的 分层抽样法 将指数的特征排列组合 分为若干部分 一般包括什么期限 票息 发行主体 信用级别 现金流特点 比如指数中包含了100个债券 3A级有多少 2A级有多少 一年期有多少 两年期有多少 这样的 那么按照这个 在构成指数的所有债券中 选择能代表每一个部分的债券 比如三年期的债券 有代表性的 3A级的债券有代表性的 发行人有代表性的 这种 那么以不同特征 不同特征债券 在指数中的比例为权重 建立一个组合 就是他在指数当中 什么权重 的比例 这样的比例 那我就以这个比例 去建立他的权重 好 第二个是优化法 优化法就是用数学规划的方法 在满足分层抽样 要达到的目标同时 就是同样 我们前面也做了分层抽样了 按照不同的要素分割 然后选择他的比重出来 满足一些其他的条件 并使其中一个目标实现最优化 如在限定的修整期限 与取度的同时 得到的到期收益最大化 到期收益最大化 好 第三个是方差最小化法 方差最小化法是 债券组合收益指数之间的偏差 称为追随误差 就你不可能完全复制组合 那你跟他总有一点点差距 比如他涨3% 你涨到2.9% 偏差0.1% 那么为指数中每一种债券 估计一个价格函数 然后利用大量的数据 估算追随误差的方差 那么并求得追随误差 方差最小化的这么一个债券组合 就是最接近 最接近指数的一种组合 通过前面的这些债券价格的 这个函数变动 你会算出来 你会算出来 他会离这个指数的这个波动 差多少 把这个差控制到最小就可以了 那么指数方法适用什么呢 适用于分层抽样法 适用于证券数目比较小的一个情况 因为如果说这个指数包含的债券太多的话 你要分层抽样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而基准债券较多的时候 适用于优化法和方差最小化法 那么采用方差最小化法 要求有大量的历史数据 就是这个特征 就是这个特征 那么指数化的衡量标准 就是跟踪误差 刚才我们说了 最优化法 刚才我们的就是方差 最优化法 就是要把跟踪误差降到最低 那么跟踪误差的来源是哪呢 第一个 建立指数化组合的交易成本 对吧 指数是没有成本的 但是我们要买这些指数里的股票 第一个有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就要在你的最终收益当中扣除 这就有一个误差 第二个 指数化组合的组成 与指数组成的差别 你毕竟不是复制 你只是相似 那相似就还有步枪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不同就是误差的来源 第三个 建立指数机构所用的价格与指数债券的实际交易价格的偏差 对不对 因为我的价格也不是说 因为我建立的时候 它的这个价格和我实际的价格是有一定的买 成交价和目前市场反映价格是有一定的偏差的 好 那么不同组合的构造方法对跟踪误差的影响有什么规律呢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构造组合包含的债券数量越少 越少 比如说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我的这个指数当中有一万种债券 好 结果你这个组合当中去复制他只复制了十个 你能够很好的复制他吗 或者很好的追踪他吗 必然的不可能 对吧有交易费用产生的跟踪误差是小了 但是组合与指数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跟踪误差大了啊 那么我构造的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个的组合 那肯定他跟他是最像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他的交易费用比他小很多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构造组合包含的债券数量越多 交易费用产生的误差越大 但是相似度的这个误差就越小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影响规律就知道了 如果说我们的组合有 我的指数有一万种 我选十种和选一千种 交易费用要要小一些 但是呢 长得不太像啊 那他的这个误差就要多一些 那么指数化的局限在哪里呢 如果说组合业绩一定能够 好 这少一个字哈 组合业绩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投资者的要求 那指数化的职能只能降低投资业绩 列于指数业绩的可能性 这个也是错字 好 只能降低了就是比他更差的可能性 就是一般来说你的投资业绩不会比指数差的更远 差的更远 但是呢 你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投资者的要求 一般投资者有跑赢大盘的要求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构造组合可能面临困难 可能面临困难 比如说构造组合的执行价格 可能高于指数发布者采取的债券价格 刚才我们就说了 这是误差的一个来源 对不对 指数发布者 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债券投资登记公司 他发布的债券价格以什么什么价格计价的 但是你这个价格你买不到啊 对不对 可能高 导致组合业绩列于指数业绩 第二个 公司债券或抵押支持债券 可能包含大量的不可流通 或者流通性较低的投资对象 那么其市场指数可能无法复制 或者复制成本很高 市场指数选了这十个 一百个股票 其中一百个债券 其中十个流动性很低 要不你买不到 对不对 要不呢你要买到 大家要花很高的成本 就这个问题 那么总收益 依赖于对票息利息的再投资利率的预期 就是说如果说市场利率不好的话 那你的这个票息分红的这个这个这个债券的利息 再投资的收益 其实就不太好 如果高估再投资率 则组合业绩将明显低于指数业绩 明显低于指数业绩 因为我的组合的利 我的组合业绩是把再投资的收益是算进去的 高估了以后 那我实际上我的组合业绩就是低于的 好 那么加强的指数化呢 是通过一些积极的 但是低风险的投资策略 来把我们的这个指数化策略进行一些完善 啊 那么达到指数化组合的总收益 提高它的总收益 指数规定的收益目标成为最小收益目标 而不再是最终收益目标 比如说指数是3% 我就变成了什么 我就变成了起码要3% 我优化一下要3%以上 它是底线 它是底线 好 第二个我们介绍的一种消极策略是免疫策略 那么目的是使所管理的资产组合 免于市场利率波动的风险 刚才我们说了 免疫策略就是要追求一种零风险的构造 那么来我们看一下满足单一负债要求的投资组合免疫策略 什么叫单一负债 我们假定我们去购买债券的钱都是借的 都是借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债券价格波动与债投资风险之间的替代关系 如果说买入特定债券后 债券后 若市场利率下降 债券价格是不是会上升 我们刚我们前面讲到过 啊 那个在97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反向变动的 但是再投资的收益也下降了 因此我们前面说过 债券的收益分四个部分 票息和时间都是确定的 后面加的是什么 资本利得和再投资收益 如果说资本利得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价格的问题 啊 和再投资的收益的问题 如果说利率 我们说上利率下降的话 他是不是就上去了 价格上升 一百块钱买的债 现在变一百零三了 啊 但是呢 再投资的收益率就下降了 他俩是不是会抵消啊 会抵消一部分 那么免疫组合的这个范式呢 就是当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 债券价格上升 带来的收益抵消 再投资下降导致的损失之后 还有盈余 就是他把它抵消以后还多 对吧 价格上升上升了三块 再投资呢 减少了两块 还多一块 啊 那么这个时候利率上升 再投资收益上升抵消 价格带来的损失后 还有盈余 就是比如说他的 我们的利率上升以后 是不是他的价格就下来了 他就上去了 他要上的多一点 他要降降的少一点 只要相互抵消以后 有盈余 那就是我的免疫策略什么 成功啊 那么他的目标 无论市场利率如何变化 都能保证组合收益不低于目标 或使收益率低于目标的风险 最小化 最小化 那么他的前提是什么 当且仅当收益率曲线 是水平状态 或收益率的任何变动 都是收益率曲线平行移动的时候 平行移动 我们前面说了 平行移动是什么 都是这样的 要不就是这样的 对吧 他是平行的一条一条线 往这边移动 那么组合才能免遭市场利率波动的风险 市场利率波动的风险 若市场利率变化 使得曲线发生非水平的改变 则与负债97相匹配的战券投资组合 不能实现完全免疫 这个大家都不用记 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此时免疫策略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避免风险降低影响 就可以了 求得规避风险最小化后的债券组合 好 那么为要使我们的组合最大限度的避免波动带来的风险 我们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 债券投资组合97等于负债97 我们是单一负债的 我们买债券的钱都是借来的 那我的负债的97也是受利率波动的 负债价值要受利率波动 那我的资产端的97要等于负债的97 第二个 投资组合的现金流限制于未来负债的限值相等 对不对 因为我未来的负债贴线到今天 我的未来投资流也贴线到今天 要相等 否则的话 我会出现什么呢 不够还钱的一个状况 零息债券这种构造呢 是该债券规避风险为零 即市场收益率非平行变动的时候 再投资的风险为零 没有再投资的风险 因为它没有利息 对不对 它没有利息拿回来 你就不用拿这个利息再去投资了 而这种 它就不会受到再投资风险的 这个一个影响 但时间中零息债券的组合收益 往往低于负息债券的组合收益 因此它要求一个较低的目标收益率 目标收益率 比如说就是这个 这些债券就是价格波动 它不给你复息了 它不给你复息了 那么或有规避是一种常见的投资方式 首先确定准确的投资目标 目标收益比如说3% 确定一个能满足目标收益的 可规避的安全收益水平 安全收益水平 那么实际收益高于目标收益的 比如高于我实际收益到5%的时候 可采取积极策略 争取更高的回报 对吧 我亏得起吧 我还可以亏两个点 那么实际收益接近安全水平时 应该立即采取规避措施 保证目标收益率得到 那么过程中需要一个有效的检测程序 保证至少能够实现安全收益 比如说我的目标收益是3% 我的安全收益是什么 3.5%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 好 比如说我现在实际收益到5%的时候 我可以继续向上争取 因为什么亏回来我也有3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接近到3.7% 3.5%的时候 我就要什么 我就要小心了 对不对 因为你再亏就亏回去了 就快要完不成目标了 因此这个时候要采取规避策略 这就是一个安全收益 好 这是单一负债下的 我们来看多重负债下的一个组合免疫策略 好 多重负债下的免疫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负债的现金流可能是多重的 不是说一个简单的五年期以后到期还钱 好 我有可能一年的三年的五年的 期限不一样 利率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多重负债 那么无论利率如何变化 这种免疫策略要使组合可以偿付 不止一种预期的未来债务 不止一种预期的未来债务 就是说期限不一样 利率不一样 规模不一样 那么与单一负债要求的免疫组合相比呢 多重负债免疫组合要求 第一个 债券组合酒期与负债酒期是相等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管怎么样 资产端的酒期和负债端的酒期要相等 才是构成免疫策略 否则有错配就不行 第二个 组合内各种债券酒期的分布 必须比 必须比负债的酒期分布更广 因为比如我负债是三种 有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的 比如我酒期也不一样 那我的这种酒期 在我的资产端内分布要比他多的多 要比他多的多 第三个 债券组合的现金流限值 必须负债的现金限值相等 是不是跟我们单一负债是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多了一个酒期的分布而已 多了一个酒期的分布而已 那么多重负债下的现金流匹配策略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一年期要还一个 三年期要还一个 五年期要还一个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要做现金流匹配 我要要求我的资产组合当中 债券组合当中 一年期回来的现金流够我还一年期的债 对不对 那么按偿还期限从长到短顺序挑选一系列的债券 按偿还期限 五年期要还一百万 对吧 三年期要还十万 一年期要还二十万 对不对 我按从长到短挑选现金流 实现金流与各个时期的现金流需求相等 是一种完全免疫策略 是一种完全免疫策略 那么该策略没有任何免疫期限的限制 也不承担任何市场的利率风险 但是成本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那么与多重免疫相比 第三个是现金流匹配策略 多重负债下的现金流匹配策略 与多重免疫相比呢 现金流匹配策略没有持续期的要求 但要求在利率没有变动时 仍需要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好 那么第二个现金流策略 为达到与债务的匹配 必须投入高于必要现资金量的资金 就是说你一年以后要还十万 贴线到现在值八万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投八万五进去 你才能匹配到一年以后的十万现金流 因为什么有风险吗 那么这部分超额资金将以保守的 再投资利率进行再投资 这是这个0.5 就会以保守的再投资利率来做一个再投资 保证什么呢 你万一他有亏呢 对不对 你要只投八万 他亏了怎么办呢 第三个 多重负债免疫策略的所有再投资利率 假设固定在较高的目标受益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 按偿还期限从长到短 顺序挑选一系列的债券 使现金流与各个时期现金流需求相等的完全免疫策略 称为什么 多重负债下的组合免疫策略 多重负债下的现金流匹配策略 单一负债要求的投资组合免疫策略 指数化策略 他肯定不对 他肯定不对 就在AB当中选 对不对 那么 要匹配现金流 使现金与各个时期的现金流需求相等的完全免疫策略 称为什么 称为B 都告诉你的现金流匹配策略了 都告诉你现金流匹配策略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七章第二节 债券投资管理组合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